stained knows it 又沒我 那你給了我作品 有啦 你覺得有 有好啊 真貌啦 真好 哈囉哈囉 我今天來吃榮樹巷麵店 這家榮樹巷麵店 花蓮人應該都知道 它已經開了50年 現在是第三代在經營的 應該是啦,一二三代在經營的啦 五十年的麵店 他開這個以前的舊田埔火車在這邊 現在已經費戰了 然後這邊還是很多人來吃喔 我今天是平日 而且他用餐時間其實人就已經蠻多的了 然後他最近很有名是他的土雞 然後土雞不便宜 但是大家都來都會點他的土雞 然後之前我就來吃過了嘛 想說拍個影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來吃麵囉 GO 來,我剛剛的菜已經點完了 那我們剛剛看啊 他現在那個雞肉已經有分部位跟價格了耶 以前都沒有 所以以前點雞肉的時候壓力都很大 所以現在至少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知道我們點多少錢 對 然後我們這次點的是後半部 然後阿姨說大概是四百五左右啦 那我們就,反正就點 就點了吧 菜真的還蠻多 我們三個人不知道吃不吃的還 反正就吃吧 對啊,我們就等菜上囉 來囉,菜上來啦 你看這個雞 哇,超厲害的 這個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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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滿的 後半隻 而且那個 超強 你看這個 他的皮凍 他雞肉皮凍 哇 超級飽滿 看起來超爽的 欸,對不到腳 沒關係 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我朋友看起來超好吃的 來,來吃 才先吃他的雞肉囉 他的味道不會太重 但他肉的口感還蠻紮實的 油非常飽滿 好吃 而且還沒有沾醬喔 光氣就是很夠味了 而且不會有任何的怪味 肉香味很重 要被他的九成塔三醬 已經要被九成塔三醬 他九成塔三醬 九成塔香味 把那個雞肉味道更提出來 而且 雞肉酸很貴 但是還要點點湯 好,我上次吃他乾麵嘛 上次乾麵試過就還蠻不錯的 但是在吃湯麵 因為今天天氣真的很冷 湯麵好吃 嗯 他麵有一股 濃濃的醬油香 那種圓潤的醬油香 跟他肉燥可能有關係 然後他麵有 他麵有意麵嘛 米苔木 米粉 這些的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吃意麵 從冷冷天氣 吃湯麵最爽的 然後啊 他那些切的也都蠻好吃 像我剛剛吃那個心啊 就 他那個豬心 吃起來就很那個 沒有怪味 他吃起來也有 他那個肉 他那個 他怎麼講啊 那個心臟的味道 我不知道怎麼說 還有他的豬心 還有他的豬尾巴也非常好吃 尤其他豬尾巴非常油嫩 感覺是煙燻過還是白煮是 他本身就蠻有味道的 然後加上他那個酒蛋獎醬汁非常對味 原則上這一家的酒蛋獎醬汁 對他們的菜有超級加分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吃 應該配他的醬汁自己吃才對 多少錢 完全不知道價錢就是一千塊 還好啊 跟我想的差不多 哪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跟這個 沒有 這超米 這白米 然後這個是麥片五穀 天啊我好像沒有吃過其他 我總共是有七種 而且我們這個都是當天現用 然後我們比較推薦的就是這種 那是什麼 五穀 它裡面有超米白米麥片 好啊來一個 好 我很好推薦 這樣就可以看了 很容易 哈囉我們吃完了 今天吃這一桌 哇我們總共花了一千零二十元 嘿 怎麼覺得 好像比以前便宜耶 是我的意外嘛 因為我之前加點土雞吃完都蠻貴的 可能現在可以讓你去選 你大概知道有多少錢 你吃起來好像相對的就沒那麼貴了 可能是這樣子吧 對啊 那它東西還是蠻好吃的啦 對 其實這種老店的味道 我覺得都不會的變態差 尤其是它的麵也好啊 豬血湯也好啊 雞肉也好 豬尾巴也好 這些我覺得它是它必點的 好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歡迎訂閱 有空都來看看喔 那下次見 掰掰